个人 里边也有云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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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吗 岳云鹏 谁 有请罗云熙 太帅了 哥哥好 姜哥好 是什么稀你 来到了我们这个声音的舞台上 我自己其实是对于这种声音方面的元素 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这我知道 因为他每部剧他都自己配 我们经常会交流关于声音方面的 戏方面的一些东西 是的 我自己也非常有幸地参与了一些 剧的配音工作 然后呢也和我们的大神 像边疆老师像阿杰老师 都合作过 所以说呢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也是希望能够观看一下大神们 老师们在从幕后走到了幕前这样一个声音剧团的这个舞台上 他们的表演会怎么样 因为我作为演员嘛 其实在现场演戏的时候是非常放松的 但是我第一次踏入录音棚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不适应的 就是那种配音的感觉 其实和我自己在现场演戏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当大神们走出了录音棚站在了舞台上给大家展示的时候 他们也会经历非常大的挑战 也是一个突破自我的一个挑战对吧 是的 因为我们正好是相反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被束缚 所有的内心活动可能都在绷着 突然让我们上台了之后 我们可能 我是不是该这样走路了 不会了 真的会是这样 当然罗老师今天不能光过来观看是吧 每一个来到咱舞台的人都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那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惊喜呢 大家知不知道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叫做 加入光荣的进化吧 对 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段双城之战里边 维克托的表演片段 与我们的姜哥一起演出 是不是有一丢丢的羡慕他们 还有一位主角 他们其实才是真正的 介绍一下自己 促使你们学武师的 太多太多的努力 戴坤 我非常受到感染 特别是你最后那一句 爆发式的呐喊 我觉得真的是喊到我们心坎里去了 特别的燃燃 特别的激励人心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形式 也给我们今后的工作我觉得带来了一些思考 那个那个时期很火 稳中带有一种气场上的强大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都是他们的粉丝 不不不真的 互相学习吗 互相学习 看到了刚才孙洪蕾的那段 特别爆发的那个指着说的那段 我觉得真的就是作为演员来说 像那种爆发戏 都不一定能够一瞬间就进入到角色当中去 但是我觉得诚诚刚才 她脸上的表情就完全每一根神经 都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了 我作为演员也真的是 能够在台下欣赏各位老师的表演 然后从中学习到很多 你们都是我们的大神 我觉得我何都何都能坐在这 向您休息 我们现在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现在配音要单收 和罗云熙老师带来的 英雄联盟双城之战 在明确禁止魔法的上乘 为了造福人类 科学家杰斯与维克托 秘密进行海克斯水晶的研究 实验过程中 生命以所生无几的维克托 对海克斯水晶 有了新的发现 他会对有机物这起反应 不可思议 这和咱们之前发现的都不一样 杰斯 这很可能会成为增强生理机能 延长寿命的关键 你有救了 每次实验都是这样 我搞不明白 为什么 所有实验对象都在抗拒蜕变 会找到办法的 时间不得人 这是我们完全未知的领域 而且 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 在不断水落 我让思开去找黑莫丁格教授 没准他有办法 我们就一边等他 一边激励而为吧 好漂亮啊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你想在哪里安息 真的对不起 好漂亮啊 我是不是打扰你了 还记得结束创新者大赛吗 我记得你还帮对手的车子 挑齿轮来着 引擎一发动 整部车子就咣当咣当的 我都以为会有齿轮掉出来 帮人掩竹子 好在你没有紧张到吐出来 那会儿没有想不通的事 你必须把它毁掉 我知道 我是说海克斯核心 我 我自己下不了手 得你来 算我求你 你的病怎么办 没了海克斯核心 你答应我吧 好 我来 我答应你 我们迷失了自我 丢掉了梦想 只为追求伟大 我们没能接受善行 对纠正我们犯的错 我能说两句吗 演出之后的感想 就是真的能够活 等会儿 你目起来之后再说的感受 想要看清我的表情吗 然后就不好意思了 我就是想让大家现在看不清楚我的表情 不然我会害羞 江哥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我真的就感觉瞬间把我拉回到去年配双城之战的时候 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试过音 我试音的时候正好是我刚刚配的这段前一段 然后觉得特别的亲切听见了江哥那句我有打扰到你吗 哇一下子瞬间就融入到里边去了 真的就是好声音就是这么的厉害 我说实话我能体会到演员和配音员之间的一个差别 就是演员可以迅速地带动自己进入那个角色 配音员其实也可以啊 但是站在舞台上配音员可能就不太可以了 我自己的感受啊 因为有很多杂念也好啊 或者紧张也好心跳加速也好啊 会有一些不知所措 但是其实芸汐刚才整个下来 我觉得她还真的真的是很棒的 你没有听到是不是 谢谢谢谢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进军一下配音圈是吧 你已经进来了呀 我进来了是吗 希望能够跟各位大神各位老师一起学习学习 因为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配音的 然后呢我觉得咱们特优生这一季啊 能够给咱们配音演员一个这么震撼的舞台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就在想啊 舞蹈演员有剧团 歌剧演员也有剧团 有各种各样的剧团 我们配音演员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剧团呢 所以这不就来了吗 董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你在棚里配音和到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非常不同 因为我跟姜哥合作过 我跟杰哥合作过 我觉得他们都知道 作为配音演员站在舞台上了之后 会有一些不适应 那我同样呀 我作为一个演员 然后到了录音棚之后 对于这个空间的距离感就没有这个概念 比如说在戏里边 我可能是和非常远的一个对手在对话 但是我的声音可能还是这样子的 老师就会说 把声音放出来一点 然后我觉得 我好像已经放出来了呀 但是其实你就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音量 所以说其实 当我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机会 对于我们在座的所有团圆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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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非常非常抱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